男人对嫂子起了歪心思 他是一个盲人,看不见 只能用鼻子探寒地瞬息着嫂子的脖颈 因为看不见 所以盲人的一见钟情是用闻的 小马第一次闻到小口的味道时 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他们都是盲人 都在同一家推纳中心工作 小马失明是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 一场车祸夺爽了他的眼睛 父亲骗他很快就会恢复的 但直到他二十多岁以后 才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恢复了 绝望了他有想过自杀 但是没有成功 在那以后他被送去了盲校 学会了盲文 学会如何在正常人的生活中生活 同样也是在那里他学会了推纳 这似乎是很多盲人的唯一出路 那个年代 人们忙着挣钱和娱乐 所以推纳中心也渐渐兴起 这家推纳中心有两个老板 一个叫张宗奇 手艺好客人多 但话也少 另一个叫沙富明 厨师张扬 除了推纳之外最大的爱好 就是师哥和相亲 由于看不见 他对美这一概念的追求格外执着 所以他最喜欢的人 是推纳中心公认的美女 都红 都红总是被夸赞长得漂亮 客人们很诧异 他是不是真的一点也看不见 因为在别人的角度看来 一个身体有残缺的残疾人 是不会像正常人一样漂亮的 所以每当客人夸都红的时候 他只觉得讽刺 这一天都红又被客人点名上钟 沙老板隔着屏风 听见客人又在夸都红了 一翻开对美的描述 听到沙老板心里痒痒 等到都红休息 便把他叫到办公室 用手贪婪地抚摸着他的脸 他能摸到 能闻到 但看不到 所以对美的理解总是差一些 但他却将美和爱情联系了起来 所以他要留住杜宏 可对杜宏来说 美不美都没有意义 你以为你是爱我 其实就是你的虚荣心 迷恋上一个概念仅此而已 那不叫爱情 你还晓得 没有哪个女人是看不到爱情的 眼下的女人尤其看到她 这天退到中心来了两名新员工 是沙老板的高中同学老王 以及她的女朋友小孔 他们从深圳来到南京 想挣钱开家自己的店 早让小孔当上老板娘 过上黑咕咚咚的本分日子 某人和某师们都同住在一起 周日一回到宿舍 就听到同屋的张一光在唱快板 影屋子人 好不热闹 大家就像兄弟姐妹样互相照应 毕竟像他们这样的底层边缘人 只能彼此抱团取暖 起灯后 小孔来南京宿舍找老王 张一光先嫂子来了 乐开了花 说这里来的新人都要接受损讯 于是他便问小孔和老王 一些成年人的问题 而小马则是偷偷闻着小孔身上的味道 突然小孔装作生气地拍打小马 小马 他们欺负我 你也不帮我 你也不帮我 你还笑你坏 但随着众人的喜哄声 两个顺势就扭打在了一起 小马也借此机会 拼命秀着小孔的每一寸肌肤 直到喜哄声渐渐安静下来 老王站在旁边一眼不发 小孔再艰难地爬起来 紧紧地拽着老王的胳膊 老王知道发生了什么 却还是当做什么也没有听到 这一夜 小马兴奋地没有睡着 而是把小孔一落的毛巾放在鼻子边 一遍又一遍地闻着 在这之后 小马对小孔的好奇愈发强烈 他会在小孔和别人玩乐时 悄悄凑上去 屋内一股令他着迷的气息 小孔发觉后也只是悄悄地走开 而老王为了宣誓主权 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拉起小孔的手 凝目张胆的与未婚妻心心热热 反正谁也看不见 直到屋内被一股暧昧的气息笼罩 周人才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但这并没有让小马之难而退 反而动作越发过分 趁所有人都去工作的时候 忍不住对落的那小孔动起手来 而这被一旁漠不作身的张一光察觉 他与其他人不太一样 是后天失明的 矿场的炸药滑过他的眼睛 演艺家反而成了这里 心眼最亮的人 也正是他改变了小马的一生 小伙子被拽进了 单村路为美发店 他作为一个处男孩们的想逃 可他还是半推半救的上烂魔床 但很快地发现 即便自己看不见 但空气中的灼热气息 也足以让他沦陷 很快他便不再抗拒 就像一根拨得很紧的弓弦 只要把剑射出去了就没事了 而这个射箭的人是谁 并不那么重要 从这以后 小马再也没有找过小孔 他身上的味道 也完全失去了吸引力 小孔也成了这种人心里看上去 离幸福美满最近的人 很多女孩子都羡慕他 说着说着 小孔就突然哭了起来 其实他们家 并没有大家看上去那么幸福 他的父母并不同意 他嫁给一个全忙的男人 这次跟老王来南京 也是私奔来的 他一直带着两个手机 对父母谎称自己 还在深圳 小马这边 他开始频繁光顾美发店 而且每次都指名 要上子的姑娘 小蛮 渐渐的 两个开始了 以兴以外的交往 无论小蛮是假戏真做 还是真戏真做 小麦都喜欢 反正他也看不见 也正是因为小蛮的出现 让小马的生活 才有了点色彩 所以后来的一天 小马私下找的小孔 一边疯狂地扇自己巴掌 一边为自己之前的事感到懊悔 小孔只能紧紧地抱住他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老王则是在外面听完了一切 不一会儿他接到家里的电话 像是有什么急事 只能赶紧回家一趟 老王早知道弟弟欠了别人钱 但是如今要债的 已经坐在家里了 父母知道 他在外打拼挣了些钱 所以想让他帮弟弟还上 老王知道来者不善 家中又是用年迈的父母 保不及债主会对他们下手 然后电话那头的弟弟 却是一副不紧不慢 无所谓的态度 但老王也有自己的难处 他知道就算没有小马的扰乱 小孔依然处于不安置中 而自己和自己的存款 是唯一能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东西 但无奈之下 他还是选择了拿出一部分积蓄 装进袋子里 憋在腰上 然后独自一人回家处理债务 这次他特地打了辆车 朋友一副视死如归的感觉 回到家后 所有人都在客厅里 他一进门就把弟弟打了一顿 随后来到厨房 把钱藏在冰箱里 拿了一把菜刀 然而拿起菜刀 在胸口猛地拉了个大口子 站住坐在沙发上 对眼前的一切没有一点表情 这种行为他们见多了 父母和弟弟弟媳 也只会在旁喊着别这样 却没有一个人上去夺刀 或许他们心想 万一真成了呢 我就这么点撕放一些 我都给你们了啊 够了吗 眼看就要弄出人命 站住这才把战役勾销 小狗知道后很自责 要不是自己说那么过分的话 老王也没必要做极端 不久后老王尚好出院 大家都十分想念他 而小马这边 似乎把理发店当成了第二个家 有时候他来会遇到小门正在上中 给他介绍别人他也不要 他就等 有时候小马很忙脱不开身 小门就会靠在窗边跳望 你啥呀 你让空跳啊 他又不是大宽 他瞎你也瞎 你们太瞎了呢 登成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 这一次他遇到了警察来抓人 小马被带走了 他也被抓了 张老板不仅没有开除他 反而亲自把他接了回来 回到按摩中心后 杜鹏坐在他旁边 问了他一个问题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 和对面开过来一辆车 有什么不一样啊 小马不知道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 你撞上去了 那就是爱情 对面开过来一辆车 你撞上去 那是车祸 但是呢 车和车总是撞 人和人却总是让 听完这番话 小马起身就去了美发店 可来到这儿 却被告知小门不在 姑娘们赶紧想推他出门 却突然听到屋内 传着小门的笑喊声 他不顾一切拍打着房门 直到一个男人出来 跟他扭打在一起 两人从屋内打到屋外 受弱的小马不是男人的对手 被一脚正中踢到店外 头狠狠地撞到台阶上 等他爬下来的时候 竟发现眼前出现了模糊的影子 虽然不是很清楚 但他确认 自己似乎真的看见了 这一刻他笑了 顾不及满脸的雪 一拳一拐地往按摩中心赶去 他迫不及待地去照镜子 想看看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 随后他又看见了 推到中心的大伙 看见了都红 小马高兴极了 为这突如其来的光明 可突然间退纳中心停电了 这下所有人都看不见了 慌乱间不知是谁把门给带上 一声尖叫响起 都红的手被门夹了 他躺在地上痛苦地哀嚎着 手指已经变形 都红入院后 沙老板天宁站在那个出事的门前 他害怕都红会因此离开退纳中心 而老王看出了他的心思 告诉了他一个现实 都红根本不爱他 虽然他心里都是都红 但人家心里却完全没有他 而没了都红的休息室 所有人都变得沉默寡言 没了当初的欢声笑语 在这期间 小满又一次去找了小满 但是这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俩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不久后都红出院了 大伙给他集资利笔钱当贺礼 他没有拒绝 只是默默接下 等了大家都去上中 他才走的前台交给他一封信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走的门口是沙老板拦住了他 拉着他去到了他常去的舞厅 两个毛人在黑暗中 献着彼此的手跳舞 可是在一个转圈过后 都红松开了手 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晚上本来是给都红准备的晚餐 可如今人却走了 这大伙还是得硬直头皮吃下去 刚开始没多久 沙老板转头去了卫生间 可刚已经卫生间 鲜血就喷了出来 不久之后退纳中心也没了 大家各奔东西 张一光回家开了一家店 沙老板后来一直在养病 但依然会继于舞厅和相亲角 张老板改行做了盲人剧团的团长 老王则是带着小孔 又回到了深圳 并且从不再提在南京的日子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小马则是自己开了一家小退纳馆 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巷子里 这里有他最爱的小蛮 虽不如都红漂亮 但却是他的最爱 对这群盲人按摩师来说 小小的退纳中心 就是他们的全世界 他们容无极主流社会里 唯有在这里 他们才能获得片刻的喘息 可即便是在这里 他们小小的世界 也会在要的心事 退纳中心的食堂金大姐 偏爱同为健全人的小妹杜丽 分菜时盲人们只有三块牛肉 而杜丽的碗里 却有十几块 在被前台姐姐高维发现以后 金大姐一老卖老 说是行李又哭又闹 不知道的还因为她被盲人欺负 他们的生活是一潭湖水 探出水面便大口呼吸 沉入水底便全力挣扎 盲人们身处黑暗 却无视无可不向往着光明 喜欢的朋友记得看看原片哦